就是在把刚刚做完的程式 也许再稍微了解一下 到底这个程式放哪里 到底这个程式是不是有如我们预期的 可以Run 看一下 应该是没有问题 所以你这个Run 应该没问题 如果你Run 假设有问题的话 你重新录制 把它盖过去 OK了 那只是说 录完的程式到底放哪里 跟各位讲 你可以几个方法 你可以从聚集的地方有个编辑 关键的地方在这里 这个编辑 有没有 这边有个编辑 这个编辑实际上就是这个 是Visual Basic 其实你点这边跟点这边 其实结果会一样 反正程式一律都是放在Visual Basic里面 其实录制聚集 就是以色帮你写的VBA的程式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看阶 编辑 你会发现它会跳 跳这个 其实如果你假设刚刚跳 没有跳过来的话 那你可以 它有时候会 你可以再点一下Visual Basic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第一个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它的字太小 有没有 这个字真的是太小了 而且我们萤幕也蛮小了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把个字放大 字怎么放大 工具 选项 判写风格 主要是放在这里 工具 选项 判写风格 字大概最少 大概12或14吧 大概调一下 14好了 OK 第一个把字稍微放大 那第二个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它的架构 我跟各位讲一下 基本上呢 它的结构一定是 放在一个所谓的VBA Project 后面就是它的名称 这个档案的名称 然后呢 如果你要写程式的话 一定是放在模组里面 所以呢 如果假设你录制的话 它应该是放在一个模组 那模组的名称 当然加上这个可以改 也就叫Module 1 有没有 那 以后的VBA 一定是写在Module里面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那它的基本单位一定是Sub 所以呢 你会发现按钮名称就是这个 有没有 串接后面加个小刮读 那 结束的位置在哪里 AndSub 所以特别是说 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所以哦 我们有两个按钮 也就是说呢 会有两个Sub 所以一个Sub 表示一支程式的意思 OK 那 再来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我们串接刚刚做的动作在这里 那只是说 你刚才这个程式 你会看不懂 那怎么办 没关系 要各位加上 注解 那注解怎么加 首先呢 请你把上面这些 绿色的东西先删掉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按个Tab键 给你写在这个程式的上方 这一行程式呢 它是做什么用途 给你在 注解 前面先开头 加个中 那个 三引号 三引号呢 表示是注解的开头 那比如说第一个动作 我们做什么 游标放在一式储存格 所以你可以打这个叙述 比如说游标 放在一式储存格 还是这样的 这个字你可以自己打 没关系 第二个动作 我就什么 输入公式 或者你可以去说 游标先放在资料编辑列之后 再按打勾输入公式 也可以 只是说我这边简单写 第三个是做什么 第三个就是在这边 AutoFill AutoFill就向下填满 所以我这个第三个动作 前面三引号 然后第三 就是什么 上下填满好了 那我写的比较简单 你如果要多写一些字 也没关系 反正主要就是说 交代一下 你刚刚彩排时候 有三个动作 那这三个动作 其实就对应到 它的程式 那也就是说 以后 假如说你要写什么程式 不会写的话怎么做 其实你用录制的 它也会帮你产生程式 所以 以后蛮多地方 你可能都不会写 那个程式 那你就录制 再看一下 那个程式怎么写 甚至可以把你录制的程式 加到你原本写的程式里面 把它结合在一起 本来你做不到的功能 也很快可以做出来 其实这个本身就是VBA 也就是说VBA 我觉得有个 弹性有个好处 就是有些程式不会写 没关系 可以用录的 OK 当然后面我会再教各位 怎么样去自行撰写程式 并且把聚集录制结合进来 也就是VBA 再结合录制程式 那这样的效果 其实相对会 会得到很多 这个本来你不会的功能 你也可以把它做出来 那一样的道理 底下清除 我们一样把底下的这个注解 浮化拿掉 然后按个TAB键之后 这应该第一个动作 这个应该 好像也是游标放在储存 所以我拖揽一下 把这个 把它复制过来 那第二个的话 Ctrl是个向下 所以我们可以 第二个动作就是 Ctrl 所以Ctrl 将Shift 将向下 然后呢 然后呢 再来就按Division 所以就三个 按 类似像这样 我们就完成 这个注解的动作了 今天的话 基本上 大概完成到这里 你就把它存档 存档完之后 把这个作业 你档名可以不需要重新命名 你就把它直接传到Model上面去 这样子表示 你就做完练习了 不过前提还要注意一下 你要自己转转看 这样会不OK 可以把 可不存在能不能Run 如果可以Run 那你就把这个档案 直接存档 上传到Model 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 就完成了 所以今天大概主要练习期格 第一个就是说 那个LEN这边 那当然其他有一些 像是什么 REPT LAPT 这个我想自己再练习看看 自己再把它完成 如果没讲到的 可能自己要花一点时间 试试看 然后还有就是说 综合练习有用到 REPT加LEN 跟Texter 那Texter的话呢 有增加一个 录制聚习的功能 最后的话 把它执行 并且可以到Visual Basic里面 找到模组 底下的话 这个模组 你会自行再去 加上这个所谓的注解 OK 试试看 这个注解 如果假设你不太清楚 到底哪一行是哪一行 你可以 考考一下 我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七页的部分